台湾金钟导演苏秋卖纪录片 就独自的新闻感动了许多人 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决定要全数支付 他在大陆超过百万人的医药费 而苏秋的独子何湛然导演 也渴望在下周一打华航班机送回台湾 旺旺集团 蔡总 非常关心你 一定要好起来 扎扎眼何湛然用眼神回应外界的关心 住院一个多月何湛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转 但庞大的医药费却是一大难题 旺旺中时媒体集团由中式爱心基金会 董事长林胜芬代表送上最及时的温暖 住院一个多月将近30万人民币的医药费全数买单 我们集团我们蔡董事长他就特别强调说 我们的公司的一个第一个基本就是圆 然后第二个就叫我自信 所以我们接着然后大家一起 我们说台湾把大家能够一起团结起来 你们伸出第一次的援手 我不晓得怎么去表达我们的感谢 有了这一笔急难救助金 金钟导演苏秋心中的大石终于可以暂时放下 台湾方面也有一身自愿来到北京会诊 如果情况允许 礼拜一何湛然就会透过华航班机后送回台湾 这一声声表达苏秋内心最诚挚的感谢 也让他在寒冷的北京感受到台湾人满满的问起 中日新闻 李修为陈卫军 北京报道